在今天要告訴你一個消息 就是國際間防疫有最新的排名了 就是彭博新聞社的排名 這當中就點出台灣是不是真的 已經從防疫的前段班變成了後段班 直接帶你來看到這個數字 這個是先前他們從5月的時候就已經有排名 來看到5月的時候台灣疫情沒有爆發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的排名很前頭 是在第5名 結果後來呢掉到了第15名 這個月在做已經變成了44名 整份資料他們針對的這一些國家 總共50幾國我們排44名 但是亞洲的國家你可能把它拿出來看一看 就會發現了在亞洲 我們是比大陸、新加坡、日本、韓國、香港 都要來的差 但是以全世界來看的話 我們甚至比現在偶有戰士的伊拉克還有伊朗 都還要排名後面 到底是什麼原因 仔細來看他們到底是怎麼來評比的 原來他們評比的是 防疫韌性、疫苗接種率、封鎖嚴重性、航班載客力 還有以接種疫苗旅客的自由度 這當中藍色是比較好的 橘色就表示比較差 好來看到台灣這一欄 台灣這一欄幾乎一片橘之外 這個數字很多人很在意 就是我們的疫苗接種率 因為來看到的是前三名 美國、紐西蘭、瑞士 大家的接種率呢 基本上都很高 好紐西蘭這邊是比較低一點 但是在我們台灣這裡呢 是只有4%而已 也因此呢 讓大家要問的是 我們的疫苗政策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今天上午要跟我們一起 加入政治討論的 是台南市議員謝榮介 龍蓋先早 大家午早 大家午早 那有大家平安 龍蓋先想要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有人就講了 彭博新聞 他們之前就已經有做過了相關的 這樣的調查 那在5月的時候 他其實就已經有提醒台灣 說疫苗政策這件事情要注意 可是那個時候呢 好像我們沒有聽進去 但現在在疫情爆發之後 6月的排名 我們已經為第五名比作 44名倒數了 上個禮拜好像是15名 那整個你要了解說 這所謂排名 基本上呢 剛剛這些指標 都是為了經濟付諸而設計去探討 除了治病 防疫以外 今天全球會陷入整個經濟危機 已經進入到後疫苗時代 那疫苗時代 後防疫時代 大家就是看疫苗 疫苗的接種 那疫苗接種是為什麼 為了開放 開放就是經濟的付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計劃篩 啊實在說的 台工本來就不太會發生了 但是 你看到指揮官 為什麼我們在去年 給了他那麼多掌聲 我也說過 陳時中你也辛苦過了 那工程升退吧 你不要再硬撐 你硬撐的話 你會把整個台灣的經濟成長 會隨著你的硬撐漲 所以 現在我們談的防疫已經不單純就是阻絕境外啦 這個 已經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所以後半場 那對台灣經濟的影響 那才是要命的 所以你沒有那個能量來扛起這個擔子 那蘇貞昌又擺爛了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蔡總統你就親自下來指揮 你既然不願意交給賴清德 或是說你怕跛腳 那你就親自下來指揮 因為現在防疫是包括什麼 我們馬上面臨到開學教育 那再來就是經濟 重點是紓困 你知道底層有多少人活不下去 可能我們可以撐個半年喔 那有人可以撐三個月喔 那有一些人當然他經濟好的 沒有無所謂啊 可是有人只能撐一個月 底層有多少人撐不了一個禮拜的 你知道嗎 那當你延到7月12日以後 誰能保證7月12日肯定能解封 那多少餐飲業者 這一些擺攤的 日常的攤販喔 他最近這一個多月 反而他的生意更好 夜市的攤販跟路邊的攤販 那他們是真的苦不堪言 他不能做生意 所以這一群人呢 他已經撐過這一個多月 而且說實在的 包括你現在紓困 日日日日日日 看會不會到 那多少人心在滴血 那嗷嗷待哺 那我們經常如果你有開車在外面跑 你會看到很多車站 十字路口有些什麼 在乞討的 我們講賣郁蘭花的有紓困啊 有一群在靠乞討維生的這一群 你知道這位好借的人就對了 他一天出來乞討大概五六百塊 他還可以活 現在是人怕人跟人距離接觸 所以他沒辦法投資 那另外有一群人靠資源回收 你知道他一台年沒車 叫他滴滴滴 紙箱滿滿的 紙箱沒有漲價 所以他一車滿滿的 賺不到一百塊 那廢鐵又跌了兩塊錢了這個月 就是說資源回收了 那一群人多少靠資源回收在養家度日 所以你不瞭解記載家 那你整個評比下來 為什麼節節敗退 就是突然疫苗嘛 你沒有打疫苗 你想要開放 我跟你講 你心都會怕怕 連我們自己 縱然今天解封了 我們出門都會很怕 那消費力就會受限制 整個經濟活動也會受限制 那再來就是打疫苗的亂象 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類 然後插隊插隊 插隊 插隊 插隊又插隊 插到現在 燕營我都不知道 我現在何年何月何日 我才打得到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這個防疫團隊 真的是出了問題 那應該重整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苛責你 也沒有所謂的政治鬥爭嘛 因為你辛苦夠了 那說實在 你扛不起這個擔子 那你硬要扛 你讓兩千三百萬人跟著你陪葬 沒有道理啦 蔡總統也看到這個問題了嘛 所以你不斷 現在陳時中跟蘇貞昌 根本沒有那個能量來安撫人心啦 那蔡總統還勉強 可以 然後他就隨著他的死亡交叉 他又被蘇貞昌把他往下拉 所以怎麼可能不換呢 那你不換就是我剛才說的 CD頂點嘛 太高存亂嘛 你讓亂沒關係 你不能讓我們人民跟著你陪葬啊 所以整個排序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 包括世界的各大媒體 我們的政府很奇怪說 之前大外宣 全世界接過來接過來 臺灣只示範一次 給你看 那種笑著 自慢 驕傲 結果呢 當你破口一開 全世界這些大媒體 過去一年被你呼嚨了 都幫你宣傳 哇 臺灣No.1 臺灣能幫助 結果現在全 全部的媒體 世界有名的大媒 包括你剛剛講這個彭博社 都會過來 低頻檢討臺灣的防疫的時候 竟然我們想到 奇怪 我們的政府說這些 這些的媒體受老共影響來 對臺灣發動認知作戰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人家去年在捧你的場的時候 你怎麼不講 他是發動認知作戰 所以就是說你擦山之子 你人家一年多的苦痛 那你看到了 你說你有超前部署 補一個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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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一點 我們是覺得 有待改善 但是排名落後 很難回升 以我們施打疫苗 那蔡總統本來是企業要讓我們全國打 重點是打 高端疫苗 也是打 現在連高端也不能打 對不對 那你整個還在擋其他的疫苗 擋人家想要幫忙你的這些企業 民間團體 想要幫政府做一點事 幫人民做一點事 引進一些好的疫苗 讓我們打的 你是在掛什麼 動什麼 有意無意 然後你打個電話就好像你開放 沒有耶 台積電跟鴻海跟總統見面的第八天 總統都發出了 你想你們是在公家 你們是在當地倒下 一個黑面 一個白面 你都說沒問題 專列配合 行政院到第八天才核准這個文件 你們現在是怎樣 那就是你蘇貞昌跟蔡英文在鬥 還是蔡英文跟蘇貞昌在鬥 你們在鬥 那妨礙我們人民打疫苗的時間 到了第八天 台積電跟鴻海才拿到文件 那實際你要等多久 蔡總統打了電話 網路戰報 那麼多 好了 我看到了 你們發動在戰報 不要這樣 這個都不要再去管民調了 趕快管疫苗進來 人民打了疫苗 就會安心 或者 家裡面有小朋友的人 你9月能開學嗎 解封了你能開學嗎 那你開學會安心嗎 會安心嗎 什麼時候要爆發 什麼時候要停 然後家長要請客 請假回到家裡面來當班主任 有兩個小孩 三個小孩 你知道嗎 9點是二年級 國小二年級 10點是國小四年級 那11點是國小六年級 他要當班主任 要線上教學 所以 這個防疫 確實 是應該重整旗鼓的時候 要重整一下 不然大家看不到 現在 你讓人民 每天活在 恐懼當中 是 另外呢 龍幹線要請你等我一下 因為你剛有特別提到了 其實 小老百姓很多人是沒空 沒空 所以在現在很多人開始有點逆時鐘 今天的逆時鐘是什麼 是柯文哲說他要先解封夜市 他說夜市的部分的攤商 看能不能讓他們先營業 大家輪流來 不要說完全禁止在這邊 沒有收入都沒有動 而另外呢 還有藍綠的縣市首長 也都開始逆時鐘了 那包括了誰 包括了這一位 桃園市長鄭文燦 為什麼會說他逆時鐘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現在因應Delta病毒 台灣的防疫政策有開始改變了 今晚你不能夠回到家裡頭 來居家隔離 你必須要去集中檢疫所 又或者是防疫旅館 其實這一些作為 都是因應Delta病毒 但是呢 對於鄭文燦來說 國門啊 桃園機場 就在他們桃園 他說了 應該要建設一個 機場的社區防火牆 什麼意思呢 就是現在我們只針對 七個國家 包括了英國 印度 印尼等等 只針對這七個國家入境的時候 你要做PCR 那其他的人呢 是先回家 然後隔離期滿的時候 再來做PCR 可是呢他講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讓所有的人 只要入境的人 我們就普篩來做PCR呢 他覺得這樣子的方式 殺雜魂精你就知道結果了 你就不會冒著所謂快篩 還有偽陽偽陰等等的問題 讓我們社區呢 有可能任何的破口 機場這邊基本上其實是可以攔下來的 好另外呢還包括了誰 包括新北市長侯友宜 包括了台中市長盧秀燕 大家都認為不要只針對七國加強防疫 要防疫的話就是所有從境外回來的人 都一起來做普篩 好羅志強呢他怎麼講 我們的台北市議員羅志強就講說 其實啦台灣在防疫的時候 有的時候他看了覺得說怎麼概念不太一樣 有點像義和團 羅志強是怎麼講的 他說呢 陳時中先前曾經講說台灣人氣質好 靠我們的氣質可以打敗病毒 他說那個時候他已經覺得開眼界了 結果呢他沒有想到 屏東縣長潘夢安說呢 他是每一個人體內都有一種抗體叫做正直 用正直抗體來比疫苗還要來的來對抗病毒 他覺得呢可以用正直來對抗病毒 那麼羅志強說他真的是沒有聽過有這樣的防疫法 那網絡上頭呢大家也說 那還是用顏值來抗病毒呢 好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說法做法呢 羅志強直接批評說這是不是 現代義和團 好回到龍蓋兄這邊 您怎麼來看 第一個就是是不是應該國門這邊乾脆就普篩嘛 我們不要針對七個國家回來的這一些民眾 就是所有的人大家都來做PCR檢測 如果量能辦得到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 這什麼叫做阻絕於境外嗎 那你剛剛講這個 我 面對這個政府說的這個執政黨 我真的是 我很希望說我們每一個人 身上都有大片抗體 你知道嗎 大七的抗體 如果你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抗體 否則的話 你會被這個鄧虎騙的團團轉 嘿 這次每天把你連銷的 那我們講說阻絕於境外就是說 從境外回來的 現在已經有90個國家 將近90個國家 被Delta病毒擴散 那你針對這七個國家 那其他的呢 其他那八十幾個國家進來的人怎麼辦 對早期韓國瑜的掏錢部署 你看都被罷免了 那像電帶這種政府 罷免九次都不為過了 所以你要進來以後 你也不講方艙醫院 當時韓國瑜不是講的嗎 SARS的時候 我們早就已經把 會去的這個營區 的營設 營房 然後改建成這個檢疫所也好 那改建成負壓病房也好 那你們就在作秀啊 我去募款啊 這個幾千萬啊 然後從日本啊 進了多少負壓病房 我跟你講 你把台灣的工程界當成是塑膠了 你知道我們在2003年 SARS的時候 當時我們的團隊 就可以在短短兩個禮拜內 蓋出多少負壓病房 台灣的工程界很強的 包括現代的模組化的這個設備啊 就是說模組化的這個建設 那可以很快的複製 一個一個的組裝起來 這個負壓病房 那你就故意去講 啊我從日本又拿 買了這個病房要怎麼樣 有意義嗎 你口罩都會成立國家隊 你為什麼不像 那好現在鄭文燦 已經開始反攻了啦 鄭文燦之前3加1的POCO 我們也沒有說是諾福特病毒 也沒有說桃園病毒 結果他們就刻意引導說 那是萬華病毒 你看這個有差勁嗎 這真的是很惡劣呢 那你 你現在要攻擊猴友宜跟攻擊柯B 當初借柯打猴 借猴打柯 然後最後呢 全力轟殺柯文哲 然後你再去做造成萬華這種污名化 那屏東出了治療 而不要污名化屏東 我問你啊 誰在污名化屏東 各位網友 你有看到 台灣哪個地方 哪個團體 或是哪一個社群 有在污名化屏東嗎 沒有我們 我們都是同島移民 然後你就做造成 哎呦 你怎麼在污名化屏東 你現在這樣拌倒一出來 是聲是斷 你腳踝打出來看 不要來去討 你反竄 連縣市長都會反竄啊 所以 你看到鄭文燦 他的逆時中是為什麼 因為他聲量不斷的下滑 他在六都裡面排 第五 還被陳其邁那個 暴怒的 假暴怒的陳其邁 彎道超車 都在作秀啊 那兩個認真在做比較 就疫情最嚴重的兩個線 沒辦法他都要 待在第一線啊 侯友宜對不對 還有台北市的 這樣做到流汗 你們冬陷到流汗 然後啟動攻擊 當雙北 說如果再嚴重的話 可能會啟動到升到第四級 對不對 你知道基隆那個市長說 哦 那這樣的話 可能大家會逃亡 那當屏東 他在講說 半山的山沒有毒 不要汙名化屏東 那基隆這個市長說 啊 我們同島一面 今天我們都是屏東人 你是北北極的大生活圈來的 那你有同理心嗎 沒有 你們是同黨一命啊 我們是同島一命 所以變成大家兩套標準 所以鄭文燦覺得說他如果想 混頂2024 他這個是在政治考量的逆時中 那也可能是跟中央有一個套路 他故意這麼講 哎 指揮中心就會頓著他提議去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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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